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的练习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练习1.3 LED及电阻器 首先 进入定格开过后,如往常的,你需要确保你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叫做Circutes 电路的部分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的练习1.1及练习1.2 还是储存在了这里 然后在上面 点击Create new circuits 同样的,进去以后,你需要在左上方这里点击这个名称,然后输入Exercise 1.3 Enter 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是 LED跟电阻器 但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把我们这个Arduino Uno,你可以直接转出来找到这个Arduino Uno 把它放进来 然后回到上面 这个LED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 LED的中文全名叫发光二极管 但一般上 大家都直接称它为LED 基本上这个LED发光二极管就是一个很小的灯泡 但它跟 我们之前用的灯泡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它其实有正负极之分 今天如果你注意看它两只脚的形态是稍微比较不一样的 它的其中一只脚呢 是直的 另外一只脚是弯曲的 直的那只脚 也就是比较短的那只脚 一般上就是它的负极 负极就是需要连接到 GND部分的 我们可以直接先连接上去 然后 有弯曲的那个部分是比较长的部分就是它的正极 我们正极的话就是 连接去发电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把它连接去5.5伏特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按右上角的Start Simulation 你就会发现到说 它这个LED会形成一个爆炸的状态 这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LED其实只能接受比较小的电流 所以 Arduino的电流对它来说会 比较高 所以它不能够直接连接到Arduino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叫做电阻器 首先记得要按 Stop Simulation OK 旁边的这个 Resistor 就是我们的电阻器 电阻器的功能很简单 它就是用来 把部分不需要的电流或过高的电流给 吸走 它的 用途就是在那一边 简单来讲 就是在 浪费我们的电流 但其实是因为我们的 不是所有的 部分都 所有的物体都能够接受太大的电流 所以 它就是来把那些多余的电流给吸走 你可以同样的转动 跟我一样转成这个方向 然后 它的 设置其实是在我们右上角这里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叫Resistant的 就是可以设置 它的 电阻 OK 电阻的话 给LED 适当的电阻 对LED来说适当的电阻 其实是大约在150到200多里面 所以我们通常会直接设置为200 设置好200以后 其实如果你注意看这里是K 然后这个符号叫做Ohm 就是K 其实这代表说这是20万K 我们要的是200 不是20万 所以需要在这里点击 然后把它选成 这个只有这个符号 这个Ohm符号的 就是200Ohm OK 好了过后我们需要把它放进这个电路里面 其实它只需要连接到我们的LED 无论是 哪一只脚 都可以 所以我们把其中一个电线点击选择 起来 按Delete 按钮 把它删除掉 电装其实如果你想要的话 这个LED其实是可以换成其他颜色的 把这个电阻 你可以直接把它连接到你的 LED上 OK 然后把另外一角连接回去本来连接的那一个 换句话说 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我们的GND 这时候 你上右上角点击 Start simulation 就会发现到 这个LED可以正常两起 所以我们的练习1.3就是到这里为止 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在电子领域上 一般上我们都会使用发光二极管 也就是LED多过灯泡 灯泡可以用来正常发亮 而LED的功能会稍微比较多 LED有正负级之分 因此它只会让电流从 一个方向通过 也就是说它的连接也必须连接正确 它上边的 直的连接端 也就是比较短的连接端 需要接到D 那一边 D就是我们的 GND 而弯曲的连接端 也就是比较长的连接端 则是需要连接到正极 也就是我们的电源部分 LED不能直接连接上 Arduino Uno 因为它的电流过大会导致LED损毁 因此我们需要在间中加上电阻器 好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